跟蔡司还有几位同事我们一起关心一些门诊 刚好在去年看到这个很特别的案例 然后我想说刚刚那个那那那那那那那民众 我想说大家一定会想说 他为什么血液的狗会那么高啊 56.3是蛮高的 我想刚蔡司有强调之后再帮 因为我想他不一定是完全只吃这个 对因为我们有拿来做定量是0.41ppm 会造成他血拱那么异常 我想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他是肾功能不好 因为我们的拱是从肾脏从内外带一些 他肾功能不好 然后又吃了眼羊的大行李 再加上吃这个三个软骨胶囊 这还有拱的 所以是三个因素才让他血拱异常 因为如果说我们一个正常人 就是说应该还不自己出现情况 主要就是这三个原因 最重要就是说吃了很多大行李 圣公骨胶囊 再请大家帮我们再抢 这三个原因 我想说对啊 刚刚有机会跟大家再报告一下说 其实我们民众常会医到说 哇 来门诊的话有时候担心说 哇 拱超飙 或环境中 或吃东西吃到拱的话 其实我们在医学上我们都认为说 拱的话它有三种 第一种叫严肃拱 第二个就是无机拱 还有有机拱 有三种 那这三种造成中毒的固境都不一样 还有治疗方式都不一样 像我们严肃拱是在哪里呢 在我们水云温度计 现在很少了 因为我们现在都用那个红外线啊比较好 然后还有早期有血压剂 还有智光灯 还有牙克鼓牙用的鱼粉 像我们这个会议室上面有这个 那个灯泡啊 或智光灯 什么 这些也是一样 它是含有严肃拱 严肃拱会造成中毒的话就吸进去了 吸木 所以说大家记得说 如果我们在家里可以打 我们智光灯灯泡打破 要记得就是说不要吸到 不能用吸尘器来吸啦 这样就会吸到中毒 那另外两种是吃到才会中毒 叫那个无脊拱 它在哪里 而且我们在临床上看门诊 这样我跟蔡氏一起看病 我们常遇到 有一些如果民众不小心误食 来入你的草药 对 就是它就含无脊拱 还有呢 消毒剂啊 这些当中一些防腐剂都会 那有脊拱它蛮特别啊 就是说如果刚刚蔡氏有强调说 原来病人是掩阳大行鱼啦 有机拱它像甲机拱 就深海大鱼就会有 对 然后再还有一些荣药 主要是深海大鱼 所以像我们在看诊 我们在高雄开设环境一些门诊 像很多一到一些拱 龙度比较高 我想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那个污染的一些 那个深海大鱼 第二个是吃来入我们的草药 这两个是最主要烟鱼 下一张 这样 有机拱中毒 就是甲机拱 是我们最常见的 如果一个民众啊 如果吃到很过量的深海大鱼 它就会污染了 然后中毒的症状大部分都神经一些症状 手脚无力啊 战斗那些都会 那如果怀孕的妇女 就说如果不是那种 有甲机拱中毒 胎儿也会 是